盘数我们做的时候会从这边B3开始 而不是B2开始 其实跟各位讲 你将来要做处理的话 一定要找一个有刮符的 因为如果没有刮符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说Fy的结果到底有还是没有 因为如果你用A2的话就真的 结果会是什么 结果就没有 在后面其实基本上就不用做了 所以如果你要练习要Try之前 请你找一个有的 这样会比较没有问题 那再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有关这个具体录制 这个刚刚做完了 再来就是VPA 那VPA的话 我已经写好了这两个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OK了 这边的话就是Sales 把它输出了 基本上回圈的话 主要就是它的范围 所以你们可以慢慢习惯 从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的话 指的是这边到这边 对不对 然后B栏的话指的是它的这个B栏 所以以后可以写成这样 把公式丢到这个范围里面去 它就Work了 OK 好那最后的话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希望我输出的结果 不要是一个公式 那你想说老师那丢公式好像没什么问题 对其实也OK 但是如果你是小量的储存格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个储存格数量非常庞大的时候 那如果里面呢 都是丢一长串的公式的话 当然你在存档的时候 你会发现过 哇档案怎么变这么大 为什么 因为你里面存了太多的公式 那公式其实呢 存在Israel里面 它都是算容量的 而不是说你丢没有容量 不是 所以呢 这第一个容量会变大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执行效率也会比较差 因为你会发现 丢这么长串公式 然后Israel再去处理 处理完再把结果显示出来 跟你处理完之后直接丢 那效率真的差很多 当然你一样 小量资料没什么感觉 像这个 这个我们顶多是九个储存格 一点感觉都没有 可是如果今天是九百 甚至九万个的话 你会发现 哇跑的速度 大概就会有落差了 所以其实 我们再来就是希望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希望再写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直接就是刮乎自算 不用公式 那我应该怎么做 这里的话 接下来 你要去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个 在Israel里面的公式 跟VPA的公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跟上个礼拜的那一题一样 首先的话呢 我们上礼拜那个是什么 把Test改成Format 那在这里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说 Israel里面的Find函数 如果呢我今天要把它改成VPA的函数的话 那我应该用哪一个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想到有另外一个 它也是寻找函数 叫INSTR 这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呢基本上跟Find很类似 不过呢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就是说呢 我们Find是先给刮乎 它刚好颠倒 它这边可能要先给它的除尘格 再给后面的这个刮乎 所以呢它的参数顺序 还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不一样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Find 假如说它找不到前刮乎 后刮乎的话 它会丢回来一个紧字号 后面加Value嘛 那E3的话呢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那它丢回来是什么 它丢回来就是0 0的话呢表示是 我找不到你要找的这个字串 但是如果你假设不是0的话 那表示说还有找到 它直接告诉你说 这个刮乎呢 在你要找的这个 第几个字里面可以找到 OK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MID 不过MID的话呢 在VPA里面跟Excel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大概挑 再来就是If If也有 逻辑判断怎么办 所以这三个怎么转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如果要做出最后的结果 而不是公司的话 那第一步的话一样 我要增加一个Sub Sub名称呢叫做刮乎自创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下 读入一个Sub 没有底线 说Enter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先来练习 我们练习什么 假设我这边先把这字要清掉 我们假设呢 类似像前面我们做 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 B3好了 用这个当代替 那如果说我刚刚输出B3的话 我如果要把它改成在VBA里面 执行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了 前面我们练习的函数里面 第一步是用Find Find前挂入 可是VBA里面怎么Find前挂入 这个特别是你打个VBA店 这边会出现In3 打个IN就会出来了 有没有 In3这个函数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这个In3我没用过 怎么用 怎么查 其实跟各位讲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按F1就可以了 也是游标放在上面 它按下F1 它会跳出一个说明档出来 OK 上面就有相关说明了 有没有 比如说In3函数 它会回传什么东西 然后语法是怎么样 然后怎么去相关设定等等的 回传值 速解等等的 OK 这边有一些相关叙述 其他的话 如果你想要去找VBA里面的其他函数 你这边也有 这些都是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包含什么 CreaOcter 或者是Array 这边都有 甚至这边有个盖棺 如果你想要知道 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函数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 盖棺 当然 以后最好是如果假设你要彻底了解VBA里面所有函数的话 可能还是要做一点功课 也最好是没事的话可以稍微点一下里面的稍微有哪些函数 或者是做一些笔记 像我以前也是一样 就是把里面它会做一些笔记 将来如果遇到哪一个状况 我可以就比较知道说 用哪一个函数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OK 不过这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那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 记得按F1 这边就有了 另外 不过它有个缺点 就是里面的这个资料 写的感觉 不是很流 有点像应翻中之后 直接那种机器翻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关键字就好了 你不要太认真看 就看那个比较关键的字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 你们可以到图书馆或书店里面 找一些VBA的相关的书籍 也有一些相关说明 好那再来的话呢 钱瓜阿虎 要找什么 记得 其实它用法跟F1刚好监导 去哪边找 你帮我找A3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就打一个Sales Sales 第三列的A缆 就是A3储存格 帮我去A3里面找找看 找什么呢 找钱瓜阿虎 有没有钱瓜阿虎 这个字啊 有的话呢 告诉我一下 那你怎么告诉我 很简单 你前面加一个变数 A等于 那他就会把那个什么 A3里面有钱瓜阿虎 的讯息放在A里面 所以他会帮你找 找到这个A3里面 找到123 所以现在的话就3 所以A里面的话 他就帮你放3 A等于3 OK 那再来后瓜阿虎 后瓜阿虎怎么做呢 很简单 把这个 干净这一行复制一下 Ctrl C Ctrl V 然后把这边改成B 后面这边改成后瓜阿虎 那我们就找到了 A3里面后瓜阿虎在哪里 刚好算过来9 所以3跟9的资料呢 就在A跟B 那如果说呢 我要把这个资料提取出来的话 那很简单嘛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个组整个 所以把Sales 第三列的A栏 改成这个B 意思说输出到B栏 然后后面加一个等号 把后面的资料呢 做完之后放到B栏 那这边的话 其实用MID MID就切割了 那这个用法 跟在Excel里面一样 一样会需要三个参数 哪三个参数 第一个说 你的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A3 那一样 Sales 第三列的A栏 先拿这个复制过来 改一下 在A栏里面 然后呢 肉点第二个问题 他问你说 哪个字开始 从前瓜阿虎的位置 前瓜阿虎的位置 刚好前面这边有A 有没有 A的话指的是 前瓜阿虎的位置 下1 后点 几个X就是几个4啊 就是后瓜阿虎的位置 减掉前瓜阿虎的位置A 然后再减掉1 那就是我要的 瓜阿虎的资料 后瓜阿虎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把这三行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B3的资料就显示出 怎么发现 第三届冠军 那同样的方式 假如说呢 那我要A4的话怎么做 A4的话一样嘛 就是把这三行复制到底下 然后这边改成4不就好了 这边改4 这边改4 那底下的话这边改4 如果你想说 老师那第五栏呢 不会该一直改吧 当然就不是啦 如果我先改 手势参加 有了 那如果说每一个都要检查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就是把什么 把这边 上面再加一个回圈 那回圈范围跟大家讲一下 请你帮我把4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Minter两下打一个NAS 然后呢 把这三行怎么样 复制 应该是移动到这个4NAS里面 并且按下TAP键 因为让它在下一阶跑 OK 然后呢 再来做什么呢 你就可以 还有 因为I 必须把这个A2 把这个什么呢 A3有没有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他第一次一定是跑A2 第二次一定是跑 A2一直跑 A3一直到A10 所以只要看到3的位置 通通改成I OK 因为Sales 它第一个参数本身 就是放数字 所以直接放数字就好了 不会像刚刚 还要再把它切开来 然后串接 那么麻烦 直接放个I就可以了 OK 那可是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应该会发生一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资料先清空 你要不要一直行 会发生一个错误 有没有发现 那执行的话呢 错误 为什么会发生 你按真错就大概不知道 这就会知道 以后如果你假设 程式写错了 不用担心 记得 按一下真错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会告诉你说 你哪一行出错 有没有 黄色这一行 这个时候我建议 你可以慢慢习惯 错误 并且找出错误的点在哪里 请你把游标 移动到I上面 你会看到I这个时候等于2 所以他告诉你说 I等于2的时候出错 B就是第二列 所以其实错应该错在第二列的地方 第二列哪里有错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游标放B A等于0 A为什么等于0呢 因为找不到前刮符 B应该等于0吧 对 A跟B都等于0 意思就是说找不到前刮符 也找不到后刮符 A跟B呢 会是0 出错的主要原因是应该这里 削歌几个字 0减掉0 快减掉1的话答案 这个应该多少 负1 所以字数有负的吗 因为没有字数是负的吧 所以错应该是错在这里 所以你执行他会出现这个错误 什么程序 呼叫 或引述 主要是应该是这个 引述不正确 因为呢 里面应该要给 给一个长度 比如说应该给几个字 可是我却给负一个字 那这个引述一定是不正确 那怎么改 怎么改 就要以后你遇到 那个程序发案错误的话 其实应该是还蛮正常 因为谁写程式不出错 也就是说 写程式有bug 虽然是很正常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 哪里有bug 去解掉那个bug 我觉得才是 程式最重要的部分 OK 所以啊 怎么解 真错一下 那我的习惯跟我讲 第一步啊 你游标可以放在上面 知道问题点 第二的话呢 想办法解决 那怎么想办法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 编改程式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里面没有刮壶 那没有刮壶的话 应该让它跳过去 那怎么让它跳过去 所以你在那个 这个DELS上面加一行 什么一行 加一个逻辑判断 一负 跟他讲说 如果假如A 它里面的资料是零的话 你不要执行下一行 可是呢 如果它不是零的话 那你就跳过去 所以特别重要 这边可以加一个逻辑 如果当A怎么样 它不是零的 不是零 那你就跳过不要执行这一行 那接下来的话 你要给一个序论 如果不是 不是的话 不等于的话 就是小于大零 最要不等于 不等于零的时候 才去做切割 OK 所以空一个 然后 OK 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F 也就是说 这边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要做逻辑判断的话 在程式里面呢 大概就写成这样子 这个有点像一个开关 当什么情况 我开 当什么情况 我关 也就是说 请你特别注意 把刚刚底下这一行 搬到哪里 搬到EF里面 然后按个Tab 写成这样子 OK 好 那写完之后的话 请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程式 目前执行到哪里 执行到Net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VBA有一个蛮厉害 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一个功能 关于除错 程式除错的地方 我觉得它功能还蛮强大的 就是说呢 如果你程式跑到下面 如果你要让它倒车的话 这一点 VBA岛可以 这个箭头按住不要放 往上拉 拉到哪里呢 请你把它往上拉到EF的地方 把它拉到EF的地方的话 让它重新跑过 那跟各位讲一下 EF有点像一个闸门 什么闸门呢 就是当 它这个条件为触的时候 它才可以去执行切割的动作 可是如果为Force的话 怎么样 它就跳过了 OK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们去搭捷运的时候 有刷卡 有没有 你就闸门打开 你就进 但是如果你没有刷卡 很抱歉 你没办法进去 那什么时候可以去切割 当然就是A 假设不等于0 所以这个不等于0 是个条件 有没有 那如果为True的时候 它就会 进到里面切割 可是为Force 像这个是为什么 为Force 意思是 你没有前刮符 你也没有后刮符 那你就跳过去 怎么跳过去 请你按F8 为什么F8 这边有个组行 当然 你可以直接按这个执行 不过这个执行就全部跑完了 好像看不到细节 所以建议各位 以后学习除错的话 可以怎么样 改完之后 按F8 它会跳过去给你看 你会发现 它就跳过了 为什么 因为 A现在呢 是不是不等于0 不是 不是的话 那就跳过去了 OK 那如果 不是的话就跳 除非说它 不等于0为True 所以现在等于0 等于0的话就跳过去了 OK 那就下一个 NAS 所以呢 NAS的话 I就再加1了 I的话就变3 然后就指A3 对不对 那A3里面有没有刮符 有 所以你会发现 游标放在A里面是3 B里面是9 有没有 所以表示这个是3 这个是9 然后呢 那A是不是不等于0 它不是0 是True 这个的话表示说 它可以进到里面 所以 再来的话进到里面 切割丢回来 有没有 这样都OK的 下一个 那NAS的话呢 I现在等于4 又加1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应该是这个刮符 这个刮符 我们就是 小一下A 应该是等于3 B等于8 有没有 A是不是不等于0 填起来 True OK 因为它里面有找到刮符 所以黑哥一下 丢过来 这样的话呢 其他就跑 跑 事情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它这样就OK了 所以刚刚呢 我们最后 我们其实是多增加了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 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后呢 你什么时候要执行什么样的动作 那你可以透过一个逻辑判断去做控制 就类似像 怎么样 你进捷运战也是一样 你有刷卡 就B 就进去了 但是如果没有刷卡 所以刷卡这个动作 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刷卡 True 不过刷卡还有一个 刷卡里面还有钱 对 那车就可以进去了 那如果你刷卡 里面 没有钱 那也不会打开 那就false 那你就不能够进到里面 所以这个有点类似的概念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程式也是今天最难的 所以你如果担心说会出错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几页 第五页 这边也有画面 一模一样 OK 试试看 好